这群赤脚染血的士兵正在步履蹒跚地走向泳池 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温泉 而是满满一池子的高浓度酒精 原来这是针对特种兵选拔的魔鬼考核 他们必须要在酒精尸里连续泡满五分钟才算合格 否则就会被立刻遣返回原部队 然而面对此项考核 对于刚刚赤脚跑完十公里的菜鸟们来说 无疑是在伤口上散烟 眼看大家都不为所动 教官也开始不耐烦地催促起来 在酒精尸子里面泡五分钟 再换到水池子 绝去 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在满满一池子的酒精面前 也不由得心生畏惧起来 而知道躲不过去的合成光 决定率先带头走进去 在接触到酒精的那一刻 那种钻心的疼痛感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不错 有表率了 王彦斌听闻也不甘示弱 便强忍着疼痛走进了一位室 眼看两兄弟已经下去 李二牛为了不丢铁拳团的脸 决定用耐寒给自己加油胆怯 二牛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让剩余的人都戴上了痛苦面具 但逃避不是最好的办法 为了能顺利加入特战 所有人都鼓足勇气走进了泳池 唯独高傲的飞行员却变得胆怯起来 这时教官来到他的身边 撑完不起的话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显然教官的激将法非常有效 飞行员为了不丢脸面 还是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勇士 教官见状还不忘给他补上一脚 眼看所有人都已经就位 教官便正式开示五分钟的倒计时 在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中 菜鸟们全部顺利地通过此项考核 可还不等他们身体恢复过来 下一轮的核心力考核就接种了志 后头 管夫 做过端腹的人都知道 这是最考验身体核心力的一个项目 只有通过不断地转移注意力 才能减轻端腹人的痛苦 而作为总参谋的梵天雷 自然是非常清楚这一点 于是便搬出特种兵的内务条例 让菜鸟们集体背诵里面 虽然他们都是各个部队中的精英 但是面对如此变态的考核方式 显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只能靠心中的信念不断支撑着 而梵天雷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让这群菜鸟认识到自己的顾 这个世界上还有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很快就到了晚上 所有人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他们只能依靠仅存的毅力不可坚持 但双腿却早已不受自己的红阵 面对如此变态的考核训练 终于还是有人支撑不下选择放弃 我不行了 菜鸟放弃 带路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教官眼看训练的差不多 于是便让菜鸟们往宿舍的方向走去 李二牛听闻更是露出了开心的笑语 可下一秒 正步 不会走正步 好来 正步走 一令一动 在一番折腾过后 大家总算是顺利回到了宿舍 他们横七竖八的躺在床上 本以为能好好休息一晚上 可没想到却被一声枪响再次惊醒 原来真正的训练才刚刚开始 只见教官介绍着眼前的手雷 而菜鸟们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谢谢大家